嗨大家好我是家二胖 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啊 我之前不是发过一个视频吗 那个视频我说谁杨对吧 那个就是现在那个国产车少 合资车多有个朋友给我留言了 说我并没有办法看出就是哪个哪个车是新款的他那意思 可能我看这些合资车都是老款对吧 我承认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认不全那么多的车 他就说你既然 干那个东西对吧你既然说这东西你必须得认全所有的车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人认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认全所有的车 他说那是我不专业然后通过讲他说他有个朋友 对吧什么什么牛逼 就是说那一个你只要说出来的车 他都认识 说死话兄弟们在我没干车商之前 我 就是 我我这就是他口中的一个朋友 我身边所有人问什么车都会问我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他们所谓的了解车绝大部分车商我都认识 我能认识的话呢 35% 毫不夸张的说 这35%里边我为什么认为我是这个呢 因为这35%里边 包含了热门车型 更多的我认识一些稍微冷门的车型 我只认识这么多在我朋友身边当中 谁要谈到车那感觉我 那就是 活汽车之家 没有我不知道的车 实际呢 我指导的只有那么一丢丢 没有任何人我现在说的话 全网都算上来的 无论你是干什么行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敢说把所有车型全入认全 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领域不同 就像我们车车 我家有些人他就 他专门收国产车 他就国产车的价毛利准 国产车的车型大部分才认识 对吧那有的就是收日系 有的就说法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 抢下你那么一个点 这个品牌的车 这个车系的车 他都知道 价格他也知道 我为啥不这么说 因为有个发现就像我开这个车 青年莱花 对吧 我敢这么说只要是青年莱花里面 一共就两款车很简单 这两款车型你只要给我发张图片 我就知道他的排量 他的年限 对吧我知道但是我敢说99%的人他不知道 你随便找车本人你问他这个车我找看眼这个车 我就知道这个品牌的青年莱花这两款车 哪是哪款 什么什么排量呢 对吧年限我能看出来你未必能看出来 这是什么呢因为我有这台车 我喜欢研究这台车我就知道了 大家我说简简简单点的 大家知不知道 还有一个叫广汽极奥的牌子 广汽极奥有个叫车叫义美 你知道吗 你查一查对吧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牌子知道吗 因为他跟我现在开这台 广汽传奇的车是一模一样的 明白啥意思吗 一模一样的 就是改个名 叫叫广汽极奥义美 大家查去吧 你不查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吧 有很多人说那所谓的车品人自己 看起来认识很多车 实际上是什么呀 你不是说不认识 很多车品人 就特别像是豪车 豪车我一个都不认识 因为我接触不到 我也不了解 我也不认识 对吧 我相对更认识一些偏多的冷门车 我有幸开过啥呢 北汽 深宝兮兮兮 我不是吹牛逼 全中国有几个只认识这个车的 深宝兮兮兮有几个认识这个车的 有几个了解这个车的 有几个看过这个车的 听说的都没有 我开过 那怎么能这么很牛逼吗 那并不是 在这个 特别现在中国的市场 老的车型 老的车型了 有很多可能我们都没停过的车型 有很多我们压根都不知道的车型 就包括现在本田丰田 有些新储的车我看着我都不认识 那还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车型 更不用说现在这些很多我们的华系车了 一个月 光华系车能推出五六种新车新款 对吧 过两天可能这个车就没有停产了 换成别的车了 改个名的 拉个屁条 回来重新卖 所以说没有人认识 一个真正所谓的能够感觉合格的车品就是啥呢 认识大部分的 主流车型 对吧主流车型的数据 车款式年限 心里知道 认识冷门车多的 那就是牛逼人了 对吧因为主流车型像我们这种车商 包括车品人基本都知道 牛逼牛逼人哪呢 知道更多的冷门车的人 现在反而很少了 因为什么呢你会发现 冷门车没有流量 没有人会 像我说的深毛细细 我讲一句深毛细细如何好的这个车 对吧 我开国的驾驶感受 没有任何用 为什么呢 全中国有这个车的能不能超过一百来我都不知道 那你说我闹头有什么用吗 就像我说 零木 数车一对吧 二楼车四岛就牛逼就手动笔自动贵 对吧 有几个人知道呢 没有人知道对吧 就包括有之前有个哥们哥们说过 2.4日系 四驱车 对吧 2.4日系系列 我第一想法啊 我知道是哪个车的 你们这台车你们能拆掉是哪台吗 肯定是想四八路肯定不是四八路 对吧 我知道是哪台车 我第一时间直接回复的就是这台车 为什么 因为我认识一个冷门车 像梅干纳 对吧 有几个人听说我 肯定有听说过的 听说过的少 我只能说我认识 绝大部分的热门车 认识一少部分冷门车 我认识的车型 就已经比 90%的人要多了 这就是现在汽车圈的这么一个东西 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啊 我什么说过车都认识 人都纯扯 扯毒子 不可能 对吧 你有可能说你认识现在 比如说现在 正在 在售的可能是80%以上的车 那你就老牛逼了 说实话能认识在售的50%以上车的 你都老狠了 反正怎么说呢 你身边有这种人吗 认为自己什么车都认识的 反正我就是 我身边别人认为我就是这种人 但是实际我知道我怎么回事 这就是现在的车 更新 换代新品牌新品种 太快了 可能这个品牌出来 两年 停产了 对吧 没了 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传奇引爆 他会有第二代的散代吗 不一定 可能第一代之后不久之后 卖得好继续卖 卖得不好停产了 那他就会成为 历史长河中 曾经有的这么一个车 引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 他这个名资源都已经吵起来了 他已经成为热门车了 就像我说的 深宝兮兮 有多少人知道 有多少人知道 有多少人见过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 www www